好的那么继续回到我们的现场 我想先请教我们在纽约通过连线的胡平先生来跟我们谈谈 胡先生刚刚您在我们的这篇报道当中实际上是不久前做的 那么当时还没有开审 现在审判开始了 薄熙来在庭上的这个反应您也看到了 那么我们知道很多人说薄熙来审判之后继续要关注的就是对周永康的处理 那么您认为中共高层的所谓的清除薄熙人马的行动 可能对整个中国政局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先请您简短的谈谈 其实薄熙来对中国政坛的影响是相当大 就像我们之前听到的关于周永康可能要遭到处理的这个消息 那么如果要处理周永康 也打破了所谓这个行不上常委的这么一个 这个所谓不成文的一个戒律 意味着呢党内的上层的斗争的可能就是 就是不像过去那样子 把他保护在一定范围里加以保护 那么冲破了这个禁忌之后 那以后的局面当然会变得更新复杂 那总的来看呢 因为这次这个审判薄熙来 牵涉了这个党内上层一系列的矛盾 那么他尽管在表面上 随着薄熙来审判的结束 这些矛盾我们会外界是很难看见了 但是他留下来造成的这种裂痕依然存在 而且呢这次薄熙来导谈呢 也造成了对中国的现行体制 包括上层的这个人才 这个领导的这个选拔的这种 这个制度的这种质疑 所以我想他带来的这种政治营业 应该是就是相当深远的 是那同样的问题 我也想请教黄敬教授 就是薄熙来案的开审呢 我想这两天您也在关注 那么很多人说实际上 这次的庭审呢 最重要的不是最后的判决 因为这已经是案剧本演出了 但比较值得关注的是 薄熙来在庭上的反应 还有对于民众有可能什么样的影响 您的看法又是如何呢 黄教授 我觉得这显然这个薄熙来 是没有案剧本演出的 因为他翻供嘛 并要翻得相当积极 也非常非常自作 但是呢我们要看到另一方面 就是中国现在的政府呢 不要低估他们的智慧 我想他们肯定是把 好几种可能现象 可能发生情况 包括薄熙来全面翻供的情况呢 都已经考虑在预案里了 也就是说他们了解薄熙来 比我们了解的多 从这个意义上讲呢 这次审判呢 我认为会有些积极的现象 第一积极的现象呢 刚才胡同先生也说了 就积极的现象就是说 实际上看到薄熙来在重庆的做法 实际最壮就两条 第一条就是用公共权利 就是他自己的权利 来干预人民的私人生活 尤其是经济生活 第二条呢 就是不按照法律 而是按照政治运动形式 来处理一些干额法律处理的问题 从这个意义上讲 薄熙来对中国绝对是个坏消息 否定薄熙来的做法 应该是对中国积极影响的 第二点呢我们看到这次了 尽管薄熙来翻供 不见翻供的相当彻底 但是呢 中共当局并没有对这个 这个这个审判啊停下来 反而让他延期了 我们知道也延期一天两天 也就是说这个意义上来讲呢 中国现在领导人 对这张审判呢 是有信心的 也就是说 尽管没有按据本走 但是并没有出乎他们的意料 那么到最后呢 我们看到薄熙来实际上 他最近一些表现 中国老百姓有自己的判断力的 据我了解 其实很多一部分认为薄熙来 实际上是聪明法 聪明目 因为他尽管对自己的翻供 但他不能否定三个事实 第一个事实 他确实利用自己的权利 为他给他带来好处的丧人 唐晓廉也好 许敏也好 做了某些事情 带来他们的好处 第二点呢 他不能否定 他的家人 就是他妻子 不开来和这个 博瓜瓜等 利用他 获得了好处 因为按照中国的法律 高级官员的家人 利用这个高级官员 捞取私人利益 高级官员是要负责的 这中国法律 学得很清楚 第三 还尽管否认 说他有些事情 不知道具体情况 不知情点 但是呢 他没有否认 他对这个事情 实际是知道的 总的来说呢 就尽管薄熙来反击 很猛烈 但是还没有到达 说要推翻 一切成立案件 这样的事实 这样一个结果 从这个意义上讲呢 我觉得就像刚才 《华盛顿邮报》 最近那个报道一样 薄熙来从某种意义上 是赢家 因为他的个性 他的性格 以及他敢于 对很强大的对手 进行赞助自己的立场 这一点呢 在他整个上 我认为 可能会对他 赢得一定的尊敬 但中国政府呢 也应该是赢家 因为这毕竟 是一个 他们到得分 要达到高于失分 这样一个情况 是 黄教授 您刚特别提到了 就是我们看到薄熙来 这次在法庭上 他说了 这个确实啊 他的儿子薄瓜瓜 还有他的妻子 谷开来 那么通过徐明 拿到了钱 但是我们知道 在去年三月的时候 他面对记者的询问的时候 他还特别提到 他说他们家没有资产 他的儿子上学 都是全额奖学金 用这样的一个说法 来这个回应记者的提问 我们先来看看 他在去年三月的 这份说法 然后我们再来进行评论 甚至说到我儿子 在外面学习 怎么开红色法拉利 一派胡言 我感到非常气愤 我和我夫人 也没有任何个人资产 几十年就是这样下来 是我们刚刚听到的是 薄熙来在去年三月份 回应记者提问时 他的一个回应 接下来我就想要来请教 我们在纽约的胡平先生 跟我们谈一谈 当然了 这个很多人说 这是公然的说谎了 现在经过了这个审判 相关的证据证词 还有薄熙来自己也承认的 那么很多人就说 当然这可能不构成形式上 或者是任何法律上的犯罪 但也有人说 这凸显了 确实中国的权贵阶层 对于所谓的这种贪污受贿 或者是接受好处这种认定 他们可能有一个很模糊的界限 薄熙来案是不是能够 借此来凸显这样的问题 未来的中国官员 在这一方面 是不是有可能 以此来作为借尽 胡平先生 中级委书记 一位中级委书记讲过 说有70%以上的贿赂案件 都是把钱送给官员的老婆 孩子或者情妇 所以这是 在过去呢 拿着这种情况 是比较难办 因为官员自己否认 说自己根本不知情 你当然没法惩罚他 而这官员的老婆孩子呢 那有几年是平民百姓 平民百姓 收了别人的礼仪 这不犯法 所以到头来呢 谁都不说法 那么但后来呢 这个中共也对这个 做了相关的法律 做了一些修正 在09年就通过了一条法律 一个修正案 那么其中就谈 特别谈到了 对特定关系人 有一个利用影响力 受贿罪 也就是说 即便官员真的不知情 那么你作为他的老婆 作为他特定关系的人 你的老婆孩子 你收取了巨量的 从别人那儿 收取巨量的这种财物 那么你就犯了利用影响力 受贿罪 那你薄熙来 如果你否认 那么你补开来 你收了钱 那你就犯了利用影响力 受贿罪 那个伯伯伯已经是成年了 那么你也收了钱 所以伯伯伯也犯了这个罪 因此呢 他这个薄熙来 他时刻否认这件事情呢 实际上是把他老婆 把他孩子等于都推到被告席上 包括把他的儿子 也推到被告席上 那照道理说 既然伯伯伯收了钱 这个已经是明显的事情 那你政府就该对他通缉 就该把他缉纳归案 所以以前传说就是 当局就是拿这个 保护伯伯伯伯这个东西 来使得迫使薄熙来屈服 大概也就是根据这一点 当然事实上呢 你大家都很清楚 研究这条法律 人家早就指出过 其实在很多社会案中间呢 官员本身是私情的 只不过呢 官员和这个相关的人 特殊关系人 他们的这种知情关系呢 一般相当隐秘 他不会公开的说嘛 那这次呢 补开来 他实际上在上次 审判中就已经谈到 他有所谓立功表现 就是指他揭露了 揭发了这件事 他证实 就是他们从徐弘那里 拿到的很多钱 薄熙来是知情的 那这点那个薄熙来 自己否认 恐怕意义也不大 所以我想他这个罪行 恐怕还是要 很恐怕意义会落实下去 好的 我想再继续请教 黄敬教授之前呢 我想我们先来看看 我们美国之音的网友 也在我们的中文网上 发表很多的评论 我们就先来看看 这一位呢 署名不具名的这位 网友他怎么说的 他是说 这薄熙来的审判 让他的看法就是 一批罪人 在审判另外一批罪人 他说谁不是薄熙来 谁比薄熙来好 现在我赞同薄熙来 推翻供词 至少坚持自己 至少他坚持自己 他就是中国的模范党员 除非审判中共 才能顶薄熙来的罪 那么就针对这个网友的 这个发言 我想就先来请教 我们的黄敬教授 黄教授 我们知道 这个也有很多的网友 提到说 这次看来呢 司法呢 有公开公平的这个希望 但也有人说 司法彻底的成为 政治的工具 您的看法 您对于这次的审判 您个人的看法是如何 那么就像刚刚也有 网友提到 就是说 除了审判中国共产党之外 才是真正的一个审判 您有什么样的一个看法 那如果这样的话呢 那当年我们记得 美国华尔街的金融风暴 也有很多美国人说 要把所有的美国银行家 都抓起来审判 才能达到公正 我觉得法律和这个 政治最大的区别 就是它要靠事实说话 你不靠你的情绪 或推论去审判 但很有可能 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中 几乎每一个人 可以这么说 都有可能有犯罪的嫌疑 但是呢 你不能因为审判 薄熙来就说 他们就犯嫌疑 都是事实 因为从刚才 回到刚才薄熙来的事件上看 实际上你会发现 从审判薄熙来的 接触的大量事实当中 我们看到 实际共产党的法律 还是有一定效率的 对他的高级干部 是有制约的 古开来跟薄熙来之间 打来打去 一个最重要的环节 就即便是古开来 也不敢用他自己的名字 和薄瓜瓜的名字 和薄熙来的名字 来买这栋在法国的别墅 他们要成立一个 所谓的公司 公司 罗素公司等等等等 就说明 他们尽管很想要钱 已经烂了 很想贪腐 但是呢 还是要成立一个公司 用他人的名义 来拥有这道房产 正是因为 用他人名义来 拥有这道房产 搞出了很多问题 从某种意义上 促进了这个案子的发作 所以我想呢 是这样的 对于任何一个政党 比如中国共产党 在薄熙来案件上 几下出的问题有两点 第一点 执政的程序 和权利用的程序 是不是公开的 透明的 受不受到社会的监督 这是观念所在的第一点 第二点呢 在审判薄熙来的案件 我们看到 尽管他做到 做到了某种程序的开放 但是像刚才有人说过 他整个调查的程序 是不是公开的 也就是说 他民众的参与程度 以及他整个程序的开放度 是不是符合一个 反制社会的 这个要求 这一点呢 是我们认为呢 应该强调的 并且要对中国政府呢 去很高的要求 但是绝不能因为 把它犯政治化 假的因为薄熙来 是以前的政治局委员 所以呢 整个共产党 都一定是烂透了 都一定是烂的 我觉得这样呢 未免有点 实际上在我看来 也未免是一种 正确的看法和正确 更不是一种正确的做法 好的 我们非常谢谢黄教授 最后我想我们 还有一分钟左右时间 我们想请胡平先生 来我们做最后一个总结 就是很多人提到 就是说这个薄熙来呢 可以说是从这个 打黑的英雄啊 现在变成了 习近平打贪政策下的 一个阶下球 这当中到底暴露了 这个中国高层政治的 哪些问题 那么另外您是不是能 跟我们再进行一个预测 就是您认为到底 这一场审判 可能会持续多久 那么宣判的结果 可能又是什么呢 给您一分钟时间 我想这个薄熙来的问题 这个暴露了中共目前这个 整个这个政治体制上的问题 从你这个领导的这个 这种选拔的制度 从这个 特别是最高层的这种 这个监督和制衡等等 那么它所以就造成很多 包括现在兴起的这种 所谓宪政热 这个民间包括体制那些学者 他们补却宪政 那么显然也把这个薄熙来问题 当作一个很好的一个案例 因此薄熙来的问题 这个爆发呢 我想它对人们认识 共产党这个 现行一党专制体制的 这个弊端 以及要求进一步改革的 这个呼声 都会有很大的促进 但另一方面呢 我想由于薄熙来事件 它整个的爆发 毕竟是源于这个 王立军夜头为领馆 这么一个所谓偶然事件 引发的 那么当局呢 它的整个做法 看起来呢 它是想这个 做政治上的切割 它只是就事论事 所以我们很难指望 当局在这方面 进行会做着比较大的感动 至于薄熙来 进行的这个审判呢 我估计审判 因为这个薄熙来 不肯按剧本演出 可能会有些延长 但是呢 基本定罪这个情况 不会有什么改变 我估计至少 可能还是会在这个15年以上 好的 我们非常感谢 这是来自新加坡国立大学 有黄敬教授 还有北京之村的胡平先生 参与我们节目的现场讨论 稍后回来 我们要继续看看 对于薄熙来的量刑 各界有不同的看法 我们要继续看看 以上で終わります